起 起 乙姊 給你 起 好可愛 我都不明白世人怎麼想 經常都說一山不能藏二虎 其實演戲這個圈子 你一個人做不完 我是1968年考當年的麗的電視訓練班第二期 當時玩的心態就入了訓練班 而且真的覺得很多東西學 行Catwalk 報告新聞 配音 各種都可以學的訓練班 有一個導師叫鍾維庚 我們叫他鍾伯伯 他就推薦我去做模特兒 他有一個系列 就是剛剛那次一個很大的時尚秀 就是由清朝開始 穿那些闊懷懷的衣服 之後怎樣演變成 好像越南那些長衣 旗袍到中式的旗袍 但他真的和我量的那件衣服 是貼得不得了 就要我不准穿內衣褲 我覺得那個是工作 沒有所謂 等於今時今日 我是很怕吃羊肉 但這個工作 要我試一個羊羹 我也要吃 從六八年開始拍《夢斷晴天》 之後就在那年六九年結婚 七零年生了嬰兒之後 即是未滿月就要去配音室 中景輝先生找了我出來拍《家春秋》的《家》 因為他那裡有個角色 就是有個嬰兒和小孩 我就拿了我女兒 當是我兒子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那段時間 就有一個叫《星期日》劇場 馮瑞凡先生是做導演的 我亦都是在阿錦 即是我們叫他嚴謹的錦 不是緊張的錦 是嚴謹的錦 阿錦拍電視劇 這段時間差不多等於一面 鏡頭在那邊 我在這裡演戲 旁邊最多是這樣 這邊這樣 就不會在後面有個鏡頭拍回對面 馮瑞凡就做到這一點 他就要人家拆布景 再弄一弄之後 就好像有些立體一樣 想不到我豐士娘浸腳 也有這麼多人偷看 如果我要洗澡那時候 豈不是更加不得了嗎 可能當時的演員 又不夠分配 由萬世絲表開始 我就已經要拍古裝 比如說後期的 《孫劍恩仇》 《倚天》之類 都要拍古裝劇 但問題是我自己不太喜歡的 我從來都沒有看過《武俠小說》 為了《書劍恩仇》 我立刻要刨 要刨 要刨 看究竟李丸子是一個怎樣的人 一看完之後 我立刻上去找Selena 周梁淑儀 我問為何要找我做李丸子 我當然26歲 你要我扮16歲 我怎麼扮 Selena就跟我解釋 她說做《紅樓夢》 那些個個都是十二三歲的 你不可能找十二三歲的演員去做 我們盡量安排 好可愛 我都不明白世人怎麼想 經常都說一山不能藏二虎 其實演戲這個圈子 你一個人做不完 任何角色都好 我自問 我扮古裝 絕對沒有Lisa 因為她的跡經少一點 她有身段 她學過跳舞 我又不懂跳舞 你要我打 我都可以勉強打 TVB對於我來說是非常之大量 我是停身留職的 所以她經常都會有電話 我以來不中就問我 我很想跟自己充電 可以回來香港跟隨一下部分 因為通常生活太過悠悠 除了照顧弟弟上學放學之外 沒有什麼工作 我自己真的不習慣 所以潘家德找我拍《妙家媽兄弟》 我都說問準老公 弟弟已經十二歲了 也給他們一個機會練習 如何自立 黑勤做我不見了的兒子 梁漢文和我一起生活的兒子 原來兩個都是這麼紅的歌星 我自己回來 我都有點拋頭 跟他們合不合得來 原來他們都很乖 尤其是葉璇 我真是第一次認識這個女生 她把我所有工作的照片 整成一本上寶 我工作完了之後 大家簽了名字 送給我 帶回加拿大 我這一點真是非常欣賞 到今時今日 我來不中拿起上寶看 我都看回一群年輕人 和我合作的情形 其中兩套戲 都是和潘家樂合作的 一套就是王老虎搶親 另一套就是拆局專家 這兩套戲都給了我一個感覺 是完全不同的 王老虎搶親 就是古裝 搞笑 我們是排戲 未曾埋位都笑到賴尿 真是 嘩 不行 去了廁所才進來 再拍得回那場戲 而拆局專家也是 看到她是怎樣反叛 怎樣後來又回親情 又拍攝弟弟 整個戲劇本也不錯 和潘家樂合作也很開心 她一進來的精神 是可以帶動全組的情緒 其實我小時候 我從廣州出生長大 家庭環境很好 有工人有司機 但一來到香港 我甚麼都沒有 我姐姐負責打閘 我負責煮飯 由那時八九歲開始 已經入廚房 直至跟劉芳芳結婚 她對太太的要求比較高 我也有些興趣去學烹飪 在那個年代 我是跟過譚國梅老師 你們都不認識 在座那麼多人都不認識 譚國梅的菜 我覺得我有她 學到她的風格 一直到劉芳江年代 過了 我又去了加拿大讀書 然後再回來 由第二段婚姻開始 我又要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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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我先生去了加拿大 他真的沒有工作 就喜歡研究烹飪 而且很喜歡請 那邊真的很喜歡 如果我做得到,做多幾個烹飪,有甚麼所謂 越是這樣做,朋友就說這個菜這麼好吃 怎樣煮?我又寫起食譜 直至有一年回來香港度假 原來有個監製要開吳湯吳水 TVB前一輩的資料搜集的監製叫吳金雄 那個人叫他熊爺 熊爺說你為何到處找人 為何不找王淑儀,他懂得煮食 因為他在加拿大時吃過我煮的食物 果然一拍即合,就開始拍吳湯吳水 家人之間的菜式,我喜歡煮湯 甚麼湯我都會煮 但兒子真的不爭氣,他們不喜歡喝湯 只是我先生和我女兒 但兒子反而喜歡吃我炒飯 我用午餐肉也好,就算用廚餘炒飯出來 他們都喜歡吃,甚至乎有些小朋友 同學回來家裡說,媽媽有沒有炒飯 我說我可以立即炒,用甚麼 原來那些外國小孩也是喜歡吃炒飯 所以炒飯都可以維持到我和兒子之間的感情 因為Halloween喜歡把南瓜挑到古靈精怪 所以為了應節,我也想和大家做一個南瓜雞鐘 烹調,就算不理不做節目 我在加拿大生活這麼久 我已經領略到,如果你煮了一件事 別人是肯吃,讚賞的話,你會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你和別人分享 我說用食物來分享,是一件很好的事